各位觀眾大家好 真實中國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 習大大訪問了歐洲三國 跟李先生談談 李先生就說 這件事 其實中國已經完全碰到了 相信大家都感覺到 我自己覺得是中國完全碰到的 但究竟怎樣碰到呢 我們一會兒跟李先生談談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訂閱大約上的頻道 留言 點贊 分享 看廣告 李先生 你好 為什麼這麼碰呀 李先生 你好 是啊 習主席 因為習主席這次去歐洲訪問 其實已經破了局了 在歐洲已經破了局了 因為你如果去法國邀請你去訪問 還是國事訪問 一般如果進行國事訪問 一定是非常友好國家 還有那個國家是對你非常尊敬的 你才會邀請你國事訪問的 你明白了 法國是歐盟 跟德國是主委的那兩個頭 其中一個邀請你去訪問 是不是已經是將西方的 所謂那個 冷戰的集團的瓦解 以互聯之為 法國將來他的政策 不會這麼敵視中國 對 沒錯 還有簽了很多東西 我記得這次 整個 跟法國那邊簽了很多東西 跟 塞爾維 匈牙利 簡直是 大家看到 很瘋狂 這麼多項的簽約 還有 大家彼此那種親切感 很特別 我不知道李先生怎麼看 對於我們國家 他這次訪問的三個國家 法國應該跟我們還有一些分歧的 不過中國自在通過法國去 等於把歐盟裡面挑撥離間 就是等於 或者你要有好處 我就給你一些好處 比如說你要買乾淨 就是買一些貴價走的 我就照跟你買 所以中國的市場大 有錢人多 所以就可以說到市 就是你美國一直以來 都覺得自己很厲害 就因為我覺得市場大 印的錢多出來 就買得起你任何東西 現在中國就照做那樣東西 至於你說匈牙利和塞爾維加 這兩個國家傳統都是中國的盟友 不過現在中國是不講盟友的 是講一個命運共同體 就是命運共同體 意思就是利益輸送 這輩子的國家是很容易的 比如說你和我友好的 你要軍貨我就給軍貨 你要有產品我就給你買 就是你給我買軍貨 我就買一些產品 特別是中國現在做中高端生產 你要又便宜又漂亮的 大家一個易貨貿易好 還有比如說你現在塞爾維亞在歐洲來講 這個國家比較小 經濟有些困難 中國就去投資 那沒問題的 最近要被人嘗到甜頭 那我也經常跟你說 其實你一帶一路 其實利益輸送 還有一個是預防美國的經濟 貿易脫勾 所以就先報定局 第三個其實就是以前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 馬歇爾計劃的其中 做法 其實現在中國做很多東西 抄美國當年的做法好 問題是非常之有效的 但是當年馬歇爾計劃 蠻邪惡的 跟現在的分別在哪裡呢 我想請教一下 李先生 一帶一路 當年馬歇爾計劃 因為美國都是用馬歇爾計劃 去 重建歐洲 重建日本 他不是重建第三世界 重建那兩個國家 就是他用資本 就是印了資本出來 去拿你的資源 拿你的人才 接著 拿你的科學家 拿你的工業 但是中國現在做法不是 中國的做法是 大家互惠互利 就是經常講生命共同體 就是大家互惠互利 中國政府就是比較大方些 我是利益輸送你 如果你有資本需求 我就投資下去 如果你有課的 我就幫你買 那自己有我的產品 就是我有我的強項 比如說 通訊 飛機 第四 還有軍火 好像塞爾維亞 跟中國買了很多高端軍火的 還有那些導彈那些 其實現在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現在其實 當了塞爾維亞是盟國 不過中國就不會講盟國的 是講大家夥伴 是命運共同體 就是大家 我有得吃 你也有得吃 我沒得吃 你也沒得吃 大家純齒相依 就是這樣 這件事真是厲害 我們不會收割任何國家的 其實這個 你說類似馬捷計劃 沒錯當初 就是說 我們大家怎樣 同盟一起去做 沒有遇到一些比較窮的國家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一些經濟很發達的國家 例如英國 當年很發達 西班牙 法國 那些國家 一起合作 但是的時候 我們看到我們的一帶一路就不同了 整個行動就是我們全球一體化 大家一起來 總之 互相合作就有錢賺 以前不是的 以前就要收割其他國家 才能拿到水 但是的時候中國這樣做法 你覺得 現在是在路上 還是已經是 可以說大致上已經佈好整個局 想請教一下 其實已經是 已經佈好局了 你知道嗎 一帶一路已經是做了十幾年了 好像 現在南美 非洲 那些非常穩固 現在歐洲 現在到歐洲了 歐洲 以前意大利進來 現在退出 現在有要求 又想 日日回來了 但是中國 中國來講 你退得出 它沒那麼容易被你進去 如果不是很難搞的 將來的 所以你說 那個一帶一路 根本現在已經是成熟完美了 現在中國利用一帶一路 一個資本輸出 中國絕對不做意識形態輸出的 不過美國 馬企的計劃 它除了資本輸出之外 它還有一個意識形態輸出 但是中國不搞 所以你國家就接受了 我只是跟你做生意的 你誰做總統 誰做國王 誰做皇帝 不關我的事 總之有生意做 就做生意了 如果你有困難的 我能夠 你的東西買不到的 我能夠消化在這裏 就幫你買了 如果你是 要做什麼基礎 中國一帶一路 主要輸出那個基礎建設 你要整路的 整鐵路 整公路的 要整港口的 我就幫你做了 如果你是沒有錢的 那整港口完後 你就給我經營權 其實是好彈性的 不過現在美國 它想做做不到 得過港幣 你說資本輸出 美國當然有很多資本 它印出來 但問題是它沒有中國的基建能力 沒有中國的生產能力 所以如果想和中國抗衡 是沒有可能的事 對 對呀 你現在中國整體來說 我想經濟實在已經全球第一 我最近都聽過 有些朋友跟我說 中國不是領先少少 而是領先很多很多 甚至以那個購買力來說 它是領先了 我想有幾倍的 你現在講購買力 講生產力 就是講那個 以購買力計算的GDP 早就已經超越它了 不過你說以名義GDP 它就多 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 就是我不講了 比如說你現在一元美金 差不多等於人民幣三元 就是實際價值 你想想 如果中國用三元人民幣 做到的事情 要用一元美金 其實來說 美國現在的生產效率非常之低 現在美國其實是靠一個債務經濟 拼命印錢 增加政府開支 然後拉動GDP增長 但是問題是你這樣走下去是走不通的 但是中國不同的 中國是有債務 但是中國的債務是資本化 和資產化 美國的債務是貨幣化的 它印出來是小了 但是中國的債務引出來 全部變成資產 所以現在就算中國要還債務 它隨時買資產就有了 但是美國要還債務是沒有資產的 大學Sir 你美國現在玩得這麼過癮 增加政府開支 拉動GDP 今天中國又跟著你玩 看誰玩得開心 以後大陸都是 以後中國大陸都是行債務經濟的了 因為現在房地產 已經告一段落了 當然繼續做 不是主要的 以後房地產主要是建一些 漂亮的樓出來 是很漂亮的 還有一個高檔的樓 就是等現在現存有樓 那些人有需要換樓 甚至有些綱碎那些 就是現在不是主要的經濟了 那以後 那怎麼去繼續拉動經濟增長呢 其實就是靠兩種東西 一個是股市 第二個靠債務拉動 就是靠政府 好像中央政府發行 就是多印一些錢 接著用債務拉動GDP增長 就是現在美國現在的玩法 不過中國政府將來玩得非常之高明 和非常之成功 你看著大陸上 怎麼公明發呢 我這個很好奇 因為這些債務 就是現在美國那邊 其實我們看到它現在債務危機 借這麼多錢 又一直還不到 不斷地累積上去 中國我相信都不會這樣做的 但是 會不會有這樣的風險存在呢 對中國來說 請教一下 絕對某 絕對某 為什麼呢 美國和中國 現在中國還是發展中的 就是國家還是發展中的國家 現在以目前的中國的發展速度 未來20年到30年中國的GDP有望在 現在的基礎上增長一倍嘛 換言之現在中國是130萬億的GDP呢 可能未來20年可能變成260萬億 就算現在中央政府的債務是30多萬億 去到150萬億 引多5倍錢出來 對比GDP都是5成左右而已 大陸上 這樣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美國 你想一下 未來20、30年會不會增長一倍 當然沒有啦 沒有可能啦 就是你一般現在主要說 就是現在全世界都是GDP對債務的比例嘛 換言之中國是通過增長 會稀釋到債務 還有一個良性的循環呢 就是如果你用印國國債出來 增加政府開支 拉動GDP增長 GDP增長了 就是等於市場變弱了 今天你相信私人的稅 就是整個市場的稅收就多了 接著回國戶的錢又多了 是不是一個良性循環呢 所以將來玩得非常高明啦 還有呢 它看到美國用資本市場拉動 經濟其實都非常之有效 中國政府又繼續會玩它 就是跟它那套去玩 所以沒有問題的 就是你覺得你那套OK 我就照跟啦 問題是我玩得給你高明而已嘛 還有玩得給你成功而已嘛 將來而已嘛 對呀 沒錯 我覺得這一方面是很高明的 對於我們國家來說 有一件事我突然想起 俄羅斯在15號那一天 說會來我們國家去做訪問 其實這件事都是中俄合作 會更加密切啦 是不是 不管那麼多啦 對不對 有什麼看法 一定啦 現在中國和俄羅斯是背靠背的夥伴嘛 就是美國其實犯了一個非常大的戰略性錯誤 美國就應該不要說和俄羅斯結盟了 最低限度你都拉俄羅斯進去G7 那中國就沒有機會啦 那現在中國最好一個最有一個 就是歐洲以前為什麼一直那個商品的 就是那個產品的競爭 那麼有競爭力 特別是德國啊 很多西方國家 很多歐洲國家 因為它在俄羅斯得到一個非常廉價的能源供給嘛 所以它做出來的產品就低廉啦 但是如果中國和俄羅斯代替了歐盟的角色 拿在俄羅斯長期拿到比較低價的能源供應的話 那中國是不是將來的競爭力是不是相當之厲害啊 達克Sir 我覺得中國和俄羅斯是互為重心的 那麼大家彼此呢 都是互相有著數 現在真的聯合在一起 還有中國呢 就已經是和全世界連結在一起了 所以現在玩的遊戲呢 是一個重定規則 就不是完全跟著老美的一套玩法 譬如剛才喜山說得很好 就是馬基規劃和一帶一路 其實本質有不同 好像很類似 但是玩法呢 是很和平的 大家一起有錢賺 包括很多協助很多非洲的國家啊 東南亞的國家 不知道大家 大家已經看到 東盟其實已經是首先富起來了 接著今次的整個貨幣危機 我想中國都在處理著是不是 日本真是慘了 日本現在我看它 總是做回中國的角色了 中國以前 就是現在工業為主的 就是自己沒有辦法加入它為主 一遇到現在的情況呢 就是那個美國的加息啊 還有周圍全世界 就是亞洲那些金融風暴那些 其它國家貨幣貶值呢 它為了增強自己的產品的競爭力 它就唯有貶值了 現在日本就走過一套了 因為你自己要靠出口 拉動你國家的經濟嘛 那你想想要靠貨幣貶值 而拉動你國家本身的經濟 是不是你在日本國內生產 就是生活的人是不是非常的慘啊 就是等於是 內生就是裡面的那些產品的價格 就是生活品的價格 外面是很痛苦的嘛 就是等於以前中國的一模一樣嘛 就是像我之前跟你講過 其實日本和美國 不是現在密謀 要將中國的中高端那些產品的產業 也搬過去日本 就是等日本來做代工 就是不再在中國了 就是其實你有沒有看到端爭 不過他沒有說而已嘛 對呀 沒錯 就是我現在就有個觀察就是很特別的 我看到現在日本那裡 其實日英貶得這麼厲害了 其實日本是不是逐漸走 以前中國的那條路呢 你剛才跟我這麼說 是不是 你現在看就是了 就是現在第一 日本沒有經濟主權 就是它升和貶是在美國決定的 它自己決定不了 第二個它為了買多些產品 就唯有貶值了 我剛才跟你講過Case 好像現在Sams一樣 以前一支清酒 賣1,400元人民幣 現在就賣800多元 還要限購 別人限賣6支 那你想想它的產品便宜了多少 當然啦 因為它日本只變值嘛 但問題是它在日本本土的生產成本 是沒有低過的 就是在裡面就升了 所以就變成它在裡面的人民的生活 其實是很苦的 不是現在外面的人 那些黃色朋友經常說 哇 現在日本多繁榮啊 就是30年來最繁榮了 就是現在最好的經濟 當然不是啦 有什麼可能呢 一些人一窩蜂去日本旅行 一天去日本便宜了 去買 其實來講 你去日本買東西 當然它秘籍是變了 但是日本的貨價是貴了的嘛 那樣經常說 美國現在的GDP很高啊 還有消費水平很高啊 但問題是那個銷售額高了 但是銷量是少了嘛 因為同一件貨品好像美國 歷正前 歷正後 貴了一倍的嘛 大衛sir 你說那個額沒有說那個量嘛 為什麼現在中國的出口那些產品少了 因為你的量少了嘛 對 沒錯 沒錯 這個絕對同意啊 但是中國就一定不會有債務危機啦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啦 對市啊 都已經人民幣升到爸爸的聲音了 因為它現在不是說要黑 要去 就是人民幣的定價權始終在中國政府手上 不是在美國手上 現在中國以後呢 以前呢 最上一個週期 行那個房地產週期 就是用房地產來帶動那個經濟上升啊 增加那個GDP啦 那麼房地產已經是落了地了 就是已經慢慢軟著落了 現在慢慢很多政策出來呢 就應該不是有大問題 到了下半年開始呢 你會看到軟著落和平穩過到了 但是下一步怎麼去增長呢 那個經濟行什麼呢 那中國政府就學美國啦 行個債務經濟啦 怎麼債務經濟呢 因為中央政府那個國債的數量少嘛 那麼它就通過增加政府開支 來拉動那個經濟啦 那麼它怎麼增加政府開支呢 當然它正常稅收有啦 但是稅收不夠 印多些錢出來啦 就是增加國債啦 那麼一般來說 按照經濟上來說 如果每增加一元的國債支出 它會帶動5至10元的GDP增長嘛 那麼它不是全部各個地方都給你啊 那麼它現在要重新 就是要將各個地方 就是以前那些地方債務 現在已經盤點了 已經算了數了嘛 就是多少 還有你地方政府那些融資平台啊 還有那些集資平台呢 它全部摸清了 那就好了 以後債務規矩 然後它將你的平台經濟那些 就是那些資產全部拿了 但是以後不准你亂發債啦 那麼如果你有需要的 就是窮的地方就轉移之庫啦 譬如廣東那些有錢的地方 就不需要啦 所以將來各級政府都會輕忠 輕忠上陣 那麼中央政府 那麼它多發一些債 多些責任 那麼整盤經濟就鬆了啦 那麼經濟鬆了啦 經濟增長了 那麼稅收就多了 那麼一個很良性的循環啦 大衛sir 咦 這個問題來了 我自己個人認知啊 那就是中央的債務 和地方的債務是不同的嘛 中央這次一次過 那麼發一個超級長債 會不會是 就是令到那些地方 更加肆無忌憚呢 哈哈哈哈 這個想請教一下 一定不會 一定不會 你講回中國的政治啓制啦 你所有中央下 就是中央下面全部的官員 由中央任命的嘛 比如說 省級官員由中央政府任命 市院級官員由省政府任命 那麼中央政府 你說執權好 你說它那個效率 那個行政那個效率高好 中央政府定了調 以後不能夠亂發債了 就是不能夠通過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 去變相發債了 就是已經講了 如果誰做炒誰 一定不會這麼做的 所以它一確定了這樣 那麻煩你那些人 以後地方那些呢 你就坐小孩了 老老實實去想辦法 怎麼去搞好那個 就是用其它方法去搞好民生 那現在最近講 你知不知道現在它中國政府怎麼去和平呢 就是譬如說 去到甘肅啊 青海那邊呢 還有黃河那邊 你怎麼和平呢 你知不知道 你好像跟我提過 李先生你講給大家聽 現在它最新呢 就是由清華大學 不是 由北大 就那些教授做過方案出來 就是譬如說 好像青海那邊 就是譬如說 很多沙漠的地方 很多陽光的地方呢 它就每一個鎮 就成立了一家公司 就由中央政府投資 就是投資下去 就給你做好了太陽能發電 或者太陽能板啊 全部的線拉好了 整好了就放進你家公司那裡 但是產權屬中央政府的 但是收入就歸你地方政府 就是你地方政府是那個股東 就是全體那個地方政府 和地方的人是股東來的 收入就歸你 但是投資就歸中央政府 是免費給你的 那以後就長穩長有了 好像你黃河那邊 是很多泥沙 那它就每一個月 每一個月成立一家 就是那些沙石公司 拿到那些沙石出來 整好它 賣出去 那些你要拿沙的 要整加工廠 全部中央政府給錢下去 由中央政府投資下去 但是賺錢是你的 那現在是走這種模式 對於人民來說 喂 那就好著數了 是不是 對人民來說 真的可以實際扶貧 因為它有間公司運作 那裡基本上是國有資產來的 但是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政府怎樣監督呢 你這樣扶貧 那當然是不是黨員去負責呢 那一定的 現在通常怎麼做呢 好像中山也是 很多鄉鎮 特別鄉不是鄉 鄉下面那些居委會 還有那些鄉級那些書記 還有那些鄉長 現在全部是由市一級那些局裡面 派那些年輕人 先進黨員下去下放去做幾年 就是有文化 有經濟能力的人下去 去擔任這些職務 然後你做得好 就將來有機會升遷了 就是它現在是用有文化的人下去 幫助下面那些農民那些去做的嘛 就是現在那個方法是這樣 不過它是掛職下去的 就是它的職務 譬如某某局的 它還掛職 不過你下去是兼這個鄉外鄉長 不過你是不瘦身的 就是下去的問題你一定要做到的事 就是將來你的升遷 就看看你在鄉下做到多少事情了 是不是很絕啊 很絕啊 這樣的玩法 這個玩法真的不夠它玩的 你一定要做好你的政績的 是不是 而且那個 基本上是實賺沒有賠的 是不是 你不會說 令到他們就再反復的 好了 但是呢 這一點我知道中國共產做得很好 因為我突然想起 我們有每一個企業裡面 其實都有黨的存在 是不是 那個情況是怎麼樣呢 李先生可不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呢 他現在基本上呢 很多企業 就是除了各有企業 私營的企業 就是手為大一點 他都有黨組織的 不過他的黨組織不是去領導的 就是好像私人企業 他的黨組織是 他講得明是 協助你私人企業去經營的 甚至現在是很多大的私營企業的老闆 本身都是共產黨員 他非常的歡迎你 就是共產黨在私營組織裡面 是不會干預你經營 只不過是配合你做好工廠裡面的正常管理 甚至工人又不滿意 就是收集的意見 跟你老闆講 要什麼改善 其實是幫助你經營 還有你有什麼困難 他就要把你的意見轉達到地方政府 就要幫你改善 就是幫你克服困難 比如說你要有什麼資助 甚至有什麼政府要幫助你 他就和你上傳下達 其實沒有什麼不妥 是不是 我同意 真的沒有什麼不妥的老實講句 還有你現在看到 現在中國 中國整體的運作是非常之特別的 是很有部署 很有計劃的 譬如我們最近看到 我最近看到很多youtube裡面說 說中國的房地產 譬如我們說 不要說太遠了 我們只是說 在大灣區那一大 就在狂跌 怎麼看啊李先生 那你看又怎麼看 我經常說 包括香港在內 你過去三年 疫症期間 你的房地產都可以繼續升 那些我覺得很變態 大家都在家裡 特別香港 都沒有工作 也都沒有生意 那我不明白為什麼房地產會升 現在只不過你跌回一些正常的 好像可能大家都不太記得了 美國都試過幾次了 那些房地產跌八成跌七成 後來都一樣上回去 沒問題的 劉設會封銀行的股價 早三年前都是二十幾塊而已 那現在就上了六十幾 那只要你不是借錢去投資的 那其實你現在過渡那個關就OK了 我看到一些跌到50% 70% 那當然不是 就是我所說的蛋黃區 蛋白區 就是比較偏遠的地方 這些是絕對有問題的 因為 就是內地的樓真的很多 但是如果市中心 我相信呢 就是靚的區域呢 都是有跌的 但是沒有跌得那麼金 是不是 李先生 那跌三兩成 怎麼會有的 那我都跟你說 其實限購限貸 是保護的樓價嘛 不是限制你交易的嘛 就是你凍結了它 沒有升沒有跌 那當你一旦放開就肯定了啦 肯定就是 回歸市場 那個自由市場 那個正式的價格 不過自由市場最寶貴 就是有升有跌嘛 那你買的樓好 你做什麼都好 你做投資 任何投資 不過股市 你都沒有期望 只是有升沒有跌的 董事長 是不是 那這個當然 股票金升完就跌 跌完就升的啦 那你想想 你便想想自己的承受的風險 那如果這層樓 只是自己住 那麼升跌 對你有什麼問題呢 是不是 那這個是 這個是 是完全同意的 那還有有一些情況 就是譬如我們見到 現在國家就開始做一個 極大的一個轉型 那我們見到 三中全會就快要開了 是不是 那這個三中全會 將會傳達什麼訊息出來呢 李先生真的要請教你 這件事 完全不知道 究竟他會怎麼做 我猜 我猜 如果大膽一點的猜 其實中國還有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那個社保 那個全國統籌 你懂不懂什麼叫全國統籌 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真的不知道 採購是全國統籌 是全國採購 但是醫保呢 就是社保裡面其中一種 就是那個範疇裡面一種 它全國採購和醫保 現在是各個地方 各個地方自己結算的 譬如深圳和珠海 和中山都是不同的 就是報銷的成數 哪些包多少都是不同的 不過那個入口 就是那個肉品的價格就同 和那個手術費用就同 因為各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條件不同 就是收過醫保費用不同 所以就報銷那個比例不到 但是問題現在中國呢 要做用什麼 等於現在退休都是一樣的 就是社保 你北京和 因為現在各個省獨立結算的 獨立結算之外 譬如說南豪很發達的地方 像是廣東省 北京就算了 那些社保基金 社保那裡每一年都有結餘的 結餘就撥入社保基金 但是很多地方很窮的那些 譬如說青海西藏 和河南那些地方 那它是不夠錢的 不夠錢的 中央政府就要補下去 那現在什麼叫全國統籌呢 現在中國政府 就是中國政府 就是希望做用什麼呢 全中國統一 由中央政府 所有 就是你繳的社保基金 全部歸它 然後它全國統之統繳 那個差距就拉小它 就是這樣 就是現在人家說不公平 就是不公平 好像深圳 哇 退休金很高 那為什麼去到河南這麼低呢 有些地方這麼低 因為大家的生活水平不同 還有收的錢 還有支出的錢不同 那深圳發達一些 收的錢多 可以給多一些 還有很貴一些 那現在中央政府說 要縮小個差距 就是做這個事情 就一定要用中央政府來做 那如果要用中央政府來做 那你要有底氣 有才氣 比如說你全國統收統支 那第二次 你廣東收到多少算 我收了全部繳了給它 那你以後 就是譬如說 中國起碼相當一部分地方 它收的錢不夠支出的 要中央政府補貼 中央政府下去 那錢怎麼來呢 一個國企產生的利潤 第二個就是要印錢 是不是 要做個債務 那有時候你不要聽到債務 但是要做一個經濟的 我不知道為何香港不做 香港保守 這一個就是債務資本化 我們現在國家在走 跟老美的債務貨幣化 完全不同 是不是 兩回事 那你騙肯定 絕對兩回事 你債務資本化 因為中國政府 所謂欠那麼多債 地方欠那麼多債 中國政府這麼多債 全部是有資產在 但美國那35萬億的欠債是斗領資產都沒有 是打手指而已 這個絕對是 但我想問一下 其實社保整體統籌來說 是對中央的財政和地方的財政是會很好的 解決所有問題了 是不是這樣說呢? 其實不是 全國統籌有什麼好處呢? 全國統籌的社保是對發達地區沒有好處的 因為發達地區好像廣東那些它有盈餘的 就是它經濟發達 它收了錢多 它沒有問題的 但問題是對落後地區有好處 就是等它們沒有了那個負擔 它們就放開受它的發展經濟 就是希望拘捕它們起來 無負擔地去發展經濟 你明白嗎? 對喔 對喔 我之前說過的 其實以前的發達地區通常都是沿海地區的 近這幾年 即這十年裏面 我們看到很多內陸地區開始發展了 而且都很有錢 是不是這樣的因素呢? 但是它們內陸發展 但是都沒有沿海地區的底子口 那你始終中高端製造啊 還有股票市場啊 還有資產價值 全部都在發達地區那邊 那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可貴的就是劫富濟 我覺得不算劫富濟 我覺得是有錢人所應該要做的事 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 我們要分擔 說真的 李先生經常叫我去看資本論 我都開始看資本論的 但是當然不要看得那麼深入 我覺得現在中國 即是我們中央政府做的每一件事 其實都深合資本論的贅述 以及將它的缺點 儘量變成優點 這次很明確地去看的 就是說 我是要將財富重新再調整 不要說再分配 是重新調整 令到更加多的人民可以得到更加多的保障 我這樣理解有沒有錯呢 請問李先生 沒錯 你說現在中國政府 特別是中國政府 你想一下 每一次開政治局會議 他的議題都是講經濟的 現在沒有人講階級鬥爭 沒有人講其他什麼意識形態的了 你覺不覺得 譬如說中共中央政治局 像不像一間大公司的董事會呢 李先生 有些意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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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選董事長 李克強是副董事長兼CEO 他是副董事長兼CEO 每一次坐在開會都是談 現在經濟增長多少啊 還有我要發行多少個債 拉動我GDP增長多少啊 還有你這個省 你這個產業做什麼 是沒有其他議題的 只是講經濟 是不是 就是等於開董事會是講經濟 就是等於是否中共中央政治局 其實就是一個大跨國公司的董事會 對呀 這個是喔 真的很明確喔 就是一間大公司管理喔 是不是人家會成功啊 你好像美國 那經常開會 白宮開會經常想著 怎麼和人家一起跑步 伸一腳出來就扇低人家 接著又久不久呢 講了話又不算數 又出了一些陰招 整天到刻就想著 討論怎麼制裁人家 人家不是 經常說我怎麼幫你這個省發展經濟 發展什麼經濟 接著要求央企 做到經濟增長多少 業績多少 接著又KPI多少 什麼都是以經濟為主 都是講經濟 不要講其他東西的 牛硬 是不是 牛硬 牛硬 這件事 現在是 我們不要跟他講政治 我跟你說 合作 攻贏 做生意 你就不要跟我在這兒玩東西 跟我在這兒講政治 老媽現在講政治的 對不對 倒一轉頭 現在美國正在行社會主義 中國正在行資本主義 美國一到刻講鬥爭 中國一到刻講鬥爭 你說周圍會哪個發展 我常常跟你說 我一定買中國贏就是這樣 就道理了 我不是說有偏見對美國 有一點偏見都沒有 比如現在我覺得 現在中國政府接下來要做的事 不要抄襲 是跟美國現在現在做的事 將來股市肯定很旺 你看著吧 大學Sir 我覺得現在已經開始黃了 老實講 現在還沒有 現在還沒有 現在開始而已 就是現在正在調整 整理好那個市場 監管機構 把那些不好的公司 就是以前遺留的公司 踢小走 起碼踢一半走 跟著衝回好的公司 跟著以後很嚴重的監管 跟著國家要做一些很大的投資銀行 大一個投資 好像貝羅德的投資公司 那就可以了 你好的事情 我就跟著你做 你不好的事情 我就不跟著 最可貴 中國共產黨 就是最可貴的事情 我不像夏敏 我不懂 我就跟著你學 我學完之後 我比你更厲害 那倒是 老實講 我真的覺得 我們國家在做這些事情上 就真是很棒的 還有 很明確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 不會亂來的 還有 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特別 我們現在覺得 雖然西方 最近對我們的 說話比較少 不是吵那麼多 除了晶片之外 那你生日提醒我 喂 2025 中國製造 其實現在中國已經是 很多項目已經完成了 是嗎 是嗎 35項目標技術 已經完成了34項 只剩下一項 芯片和港客機 是啊 為什麼港客機和芯片呢 這個年底 甚至明年就搞定了 沒有東西難得到中國了 就是向中高端的製造業發展 跟著有俄羅斯 找正義廉價的能源供應 中東那裡又迷了 那你有什麼辦法不贏呢 你說話 還未到2025 差不多這一刻已經可以告訴全世界 搞定了 已經沒有什麼懸念 其實我們只是遲早的問題 還有我們知道 也會有軍令狀 2025就是你了 現在還有大概七個月時間 這七個月時間裏面 你快快把光客機和晶片 都搞定了 哦 完成任務 2025的時候 全部中國製造 老美還是有得震摸一份 是不是 李先生 我覺得 當然啦 其實我跟你說 已經贏了 李先生 你就講晶片 那一刻 其實我剛剛看見 一件事講 根本上晶片是一個局 就是經常跟別人洗腦 又說要做到 5Nm 3Nm 1Nm 根本如果晶片去到5Nm 之後再下 你做到幾小也好 根本那個效能不提高得多少 但是你的成本是翻倍的 是沒有意思的 還有呢 以前經常跟你說 DUV那一刻機 只能夠最多做到7 接著7以下 5 3 21 就一定要用EUV 根本就不是 現在DUV 5Nm都出來了 接著3Nm又來了 就是根本是 台積電和ASML 和美國政府 一起合起來 就是和你的人洗腦 讓你的人不敢去做 現在迫到中國去做 原來是一個局 來的 日本人經常說 他做乾包的技術 有什麼世界上 又國家秘密 又多難做 又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我跟你說 我自己頂到出來 根本是煮飯 那麼容易 就不是他講得那麼厲害 就是一個局 其實亂說 你就相信 然後你就不敢做 當你夠膽做 一做出來的時候 這麼簡單 但就不一定是 懂得做就很簡單 不懂得做 就讓他去趕兩趕 就哄到 哇 真的很難過很難搞 你不如交給我們搞 我們負責這件事 但是中國就不受困 因為李先生做鮑魚 一流 超一流 簡直是大師級 因為我們要吃過 我想請教一下 李先生 現在我們看到 日日日米跌得這麼 paradox 其實 中國會不會夠他 因為我朋友說 中國會夠 fale geometric 因為如果你不夠 其實整個亞太區的貨幣危機 是會很嚴重的 可能骨牌效應式這樣下跌 你怎麼看法呢 我想請教一下 Yen不用中國救的 中國也都沒有理由去救它 因為日本它本身 Yen不應該跌到這樣 因為日本本身自己有外匯儲備有3萬多億美金的 它海外支撐很多 雖然它國際很多 但是它有3萬多億美金 它隨時可以將Yen插上 但是它不做 我都說它在走一條路去做以前中國的角色 就是和美國已經秘密商量好 以後做高端代工為主 你這些不相信 我不是不相信 我做高級代工但是做不做得怎樣 到現在 沒有說做不行的 那你至今墮落沒問題的 是 是 因為你本來是有錢的 那現在你說我中中的 那肯定可以的 就是美國更加希望你做代工 不希望做中國代工 就是不希望中國做代工 是不是 就是美國現在日本的Yen 是控制美國首相 就是美國要你升就升 要你跌就跌 可能對上一次 升那0.1%的利息 那美國耶倫立刻出來吵它 他說任何國家如果干預的匯率 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情況下 崩潰的時候才會做的 哪個國家現在視乎 想去干預那個匯率呢 美國政府一定不答應你的 就是告訴政府 就告訴日本政府 你不能夠讓它升一定是讓它貶 貶值對美國有好處 就是美國好像巴菲特一樣 全部拿在日本借錢 然後回到美國 就是其實就是割日本 我也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現在日本就是在走以前大陸的模式 內升 物價升 外面 那你說國民有多好呢 我就不明白了 是不是 沒有的 國民內部你基本上是玩完了 是不是 你看看物價 你根本是 你一定會一直這樣去上升 因為你不是日本自己生產了所有東西 你是要靠外國來的 那你購買的那個價錢 入貨的價錢 材料那些其實都是 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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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辦呢 你的通脹一定不斷飆升 對不對 對於日本來說沒有辦法解救 對於日本來說 那你說 日本的工資會不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些人工那些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他人工根本在裡面就生存不到 所以基本上日本不用怎麼看的 所以我就這樣 我擔心他 他會不會真的成為發展中國家 就是這樣 鋼龜 會不會 李先生 發展中國家 我就不知道 不過反正來說 就跟他江輝的時候 應該是打折扣 肯定是這樣 總之一句說完 日本的命運 不是操縱自己手上 是操縱美國手上 誰叫你被人駐軍 誰叫你沒有主權 誰叫你甘心情 做人一條靚 就是這樣 對 這個我絕對同意 還有我們現在的整個 矛定在債務經濟上高 所以中國的通脹會不會來臨呢 因為最近我們有看到高鐵 高鐵那裡就加價加20% 很誇張 很多網友都看到 哇 這麼厲害 李先生 想請假 那 因為呢 中國 之所以 為什麼 現在人家說你有通縮呢 其實 中國有沒有通脹呢 其實 歸根結底 它有沒有通脹 為什麼現在沒有通脹呢 中國現在實際 就是 就是 俗語講 很卷 其實競爭過渡了 大衛sir 老實說我們在這裡生活都好 那些東西不斷比以前便宜 但是品質沒有降的 就是商家賺不到錢 那些人民就得益 老實說那些退休人士 那你價不升 是不是很幸福啊 大衛sir 當然 不過你也得益的 我當然得益的 你也得益的 是不是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負面 經常就說 那你現在說是人民的生活 幸福感 當然你價不升 那些工資肯定升不少的 但是問題是 這個實際購買的沒有少的 你的生活是沒有差過的 就是等於現在人家說日本 現在幾十年來 現在日本的經濟最好 股市升到三十年來 最高的現在 是啊 高了 但不是 你得益的 現在是 譬如說最近這樣 或者是說那個日本清酒 本來1400元支 現在800多元支在大陸買到了 那就是中國人得益的 那就是日本人 日本人不得益 唯一是這樣 日本現在 我想是滯脹 還有經濟應該差不多 都搞不定了 中國 會不會這樣迎來一波的通脹 我現在受益 我還是不想物價升 但我看到情況 可能會有些通脹會發生 但應該是屬於溫和的 我自己的感覺 不知道對不對 李先生 我想很難有可能 很難有通脹 蛤?很難有通脹 很難有通脹 因為你不解決 現在中國的過度競爭 那個問題 就是很難有通脹 大家鬥便宜 那怎麼會有通脹呢 是啊 我看到雷軍都說 哇 好可怕 現在簡直是 同質化那樣東西 實在是 太過恐怖了 中國 做車子 你是不是做這麼多款 大哥 還有大家同一款 樣子又差不多 是不是 那你這樣搞 我不用賺錢 他這樣說 不是啊 但是人家 現在外國看見 你中國就覺得很恐怖了 說你的東西很便宜 但是品質又不差 但是你說中國過度競爭 他自己的整件事 但問題每天都坐到 生活下去 生存下去 每個人都說沒有錢賺 生存下去 又做到一些東西 出來鬼火 那怎麼搞呢 我都不明白 這個是 這個是 今天叫做無以倫比的競爭力 你唯有 但是很可怕 全世界 我做生意 我這樣做法 不用賺錢 是不是 我還賺什麼錢 所以美國 所以美國就是很蠢 經常說制裁中國 中國說OK 脫歐 沒有問題 脫歐 我就不做你美國生意 但你美國以外的 我都做了你 那你還有什麼生存空間呢 你如果美國 就是靠你美國本身的市場 如果美國本土去制裁 賣給美國 那些人生存很慘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們已經說過很多集 就是美國 以前本來說五千元 生活不到下去 現在連六千元都收不到下去 去收入 大哥 你還行嗎 我今天都和處理人聊天 我就說 其實現在老美真的很不行 你現在 老美收入六千元 我想大概等於 在內地的萬多元人工 可能比萬多元人工 還要在深圳住 不是那些二三四城市 是不是啊 李先生 是啊 現在是這樣的環境 沒有辦法的 就是這樣 因為你美國政府 現在走那套 用經濟逆周期 本來政府要收縮開支 還是經濟要凍結 甚至要負增長 現在你鑑促了選舉 就大量增加政府開支 增加大務 增加政府開支 那個通脹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是沒有過度競爭 因為美國是資本作主 因為大資本物價 人工不斷在上升 所以通脹 按不了 但是中國 倒轉頭 過度競爭了 又是大問題 所以你說 他現在中國通縮 他的通縮 不是說他的經濟出問題 因為是過度競爭了 令到物價大家鬥便宜 那你就等死了 很嚴重 中國會不會變成 就是因為 我價錢太便宜 所以令到人民生活 覺得越來越差 當然 人民生活 你現在和我幸不幸福 那些東西不太貴 幸福 幸福 怎麼會有問題 現在問題是 全世界其他國家的 雙家覺得恐怖 為什麼要玩產能個性呢 你產能個性就是這樣 有一點被人感覺是耳本傷人 這一刻 是嗎 是的 聽聽什麼時候 因為現在大陸最大的問題是 都不知道為什麼會競爭得這樣 10元制讀書也是這樣 物價也是這樣 做什麼生意也是這樣 中國現在演變成一個 過度競爭的國家 你做官都一樣 做官都是一樣 都是過度競爭 就是這樣 是啊 你這樣搞不好 全球都跟不上你的 你會勁到無論 對不對 我沒有理解錯 那當然 你當然厲害 你厲害到 你用30年時間 人家是150年都做不到 就是 你這樣玩 其實全世界都被你玩殘了 唯有跟你做生意 對不對 你永遠都是貿易順差 其他國家會 會不妥當中國 尤其是美國 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 要不就跟人一起合作 要不就 要不就 我做中公共產品 我代替了歐洲 代替美國 我買給你 然後你的低檔產品 我幫你消化了 最好 但是問題 我沒有輸出意識形態的 美國 一定要我幫你 一定要規定很多條款 要民主 所以 其實中國 就不說那些事情 總之大家做生意 中央政府 就是一個 跨國公司的董事會 就是這樣 這個很有道理 我聽李先生說 我就覺得 更加深入的了解到 我們現在國家的整個環境 是跟全世界不同的 還有今次的玩法 是顛覆了以前西方的一個觀念 在走一條非常正確的路 我現在唯一看到的缺點就是 你只是逼我和你合作 我不和你合作 我就玩完了 而且我越早和你合作越好 好像意大利那樣 突然說 今年年初 我退出一帶一路了 現在就要跟中國再談 好不可以談經貿呢 本來以前意大利也很著數 黏著法國 兩邊一起去做 很棒 你可以順便在那裡賺了很多錢 但是現在不玩了 我現在就去玩 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的鐵路 這條鐵路 影響了整個歐洲很大的 你真的互相通了 那個 雖然是內陸地區 但是我自己發覺到 現在掌握了整個歐洲 整體上來說 中國實食沒有癡牙的 是不是這樣說 李先生 一定的 現在你說軍力中國已經OK了 那你說錢又多了 那你猜人競爭力又大了 那你有什麼辦法不贏啊 你說的大衛生 唉 所以 沒得說的 現在整體來說 中國 不是說什麼 我是中國人自大 我覺得 是想輸都難 對吧 李先生 一定 一定 沒得輸 沒得輸 所以我們拭目以待 今天節目時間就到這裡為止 因為跟李先生聊天 我覺得很棒 很棒的 老美玩得這麼殘 而且做的事情 完全是不符合邏輯的 所以 唉 沒辦法了 我想老美好的 我想我們國家都不想老美死的 但是你自己要自作業 就是一句說完 就不可活 對嗎 李先生 對 中國從來都是 個個都是朋友 大家做生意 最高董事會 都是說大家圍一圍 我找多些 找少些 甚至大家找這麼多 但是美國不肯 沒辦法 對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好了 今天節目時間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李先生 最後請大家記住 訂閱大衛社會頻道 如果失聯了 請重新再訂閱 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拜拜 拜拜 拜拜